作为我国现役唯一的载人运载火箭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头顶上标志性的避雷针 让它与长征火箭家族其他成员有着明显区别 其实除了外形上的不同 长2F火箭整流罩的分离方式也与其他火箭不一样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我们专门采访了火箭院总体设计部机构专业副部的 勒辰 首先要提到一个知识点 整流罩 勒辰介绍说整流罩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罩 由两个半罩组合而成 负责保护飞船 卫星等乘客不受气流的影响 等出了大气层 整流罩完成使命后就要及时开门分离 保证乘客能够安全到点下车 第二个知识点是整流罩的解锁分离方式不同 我国大多数火箭像长三甲系列 长五长七火箭的整流罩 使用火工品解锁分离 而长二F火箭在国内首次使用一种多点联动式的机械锁作为解锁机构 新知识GET 那为什么长二F要用机械锁呢 这是由载人火箭的特殊性决定的 长二F火箭的整流罩要满足正常飞行和逃逸飞行两种状态 要求它能承受一定的载荷在分离时又能及时解锁 而机械锁具有承载能力强可箭可测可重复使用等优点 更加适应载人飞行对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高要求 乐陈告诉我们研制团队经过精心计算 最终使用了五种规格共计三十二把锁 每个半照十六把锁来完成解锁动作 使用机械锁解锁有什么难点呢 机械锁如果不能及时解开 那整流罩就无法正常分离 所以它们是直接关系到航天员安全的生命锁 按照最佳设计要求 这三十二把锁要在零点零二秒内全部解开 也就是研制团队所说的三十二把锁一声响 装配人员要经过反复的调试 载人产品没有试错的机会 乐陈说为了确保生命锁的可靠 负责这套产品的设计 工艺 生产 装配人员都以最高标准 严格把关 严格检查 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 只为安全护送航天员抵达太空家园